各位同學好 接下來我們介紹的是直線方程式 第一個我們介紹的是點斜式 在坐標平面上 通過A點3E的直線有很多條 那就是繞著A點旋轉的這些直線呢 通常都是通過3E的直線 那協力為1 2的直線呢 也有很多條 那這些直線彼此都會平行 但是通過A點3E而且協力為1 2的直線 就只有我們目前看到唯一這一條 平面上通過A點3E的直線有很多條 協力為1 2的直線也有很多條 那同時滿足這兩個條件的直線L要如何求出來呢 好所以我們介紹點斜式 設P點XY為直線L上E於A點的任意點 P點可以是任意點 那PA兩點的協力呢 就是Y-1除A-3它的比值 剛好就是直線L的協力 2分之1 也就是說我可以把等號的 左邊分母乘到右邊去 得到Y-1等於2分之1個A-3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點斜式 也就是通過3E且協力為1 2分之1的直線方程式 那我們把它一般化 一般而言通過A點X0Y0且協力為M的直線L 我們可以設P點XY為直線上E於A的任意點 那Y-Y0除以A-X0的比值 剛好就是斜率M 所以經過一項我們可以得到 直線L的方程式是 Y-Y0等於M乘上A-X0 這個我們就簡稱為這個直線的點斜式 我們把它放一個整理框看比較清楚 坐標平面上 過點AX0Y0且協力為M的直線方程式為 Y-Y0等於M乘A-X0 我們看兩個簡單的例子 第一個例子 求過點-45且協力為-2分之2的直線 好通過-45協力為-2分之2 根據點斜式我們知道 L的方程式就是Y-5等於-2分之2個X加4 一項整理得到2X加3Y-7等於0 第二個例子 我們要求過點-02且協力為-3的直線方程式 好 也是一樣 點斜式 可以讓我們知道說 從Y-2等於3倍個A-0 也就是Y等於3A加2 好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的是直線的兩點式 就是通過A-B兩點 可以決定唯一條直線 這個呢我們叫它兩點式 平面上有一條直線 那這條直線上有相應兩點 A-B A點坐標是X1Y1 B點坐標是X2Y2 則A-B直線方程式 第一個情形 如果A-B兩點的X坐標相等 則直線L的方程式是X等於X1 第二個情形 如果X1跟X2不相等的時候 那直線L的方程式是Y-Y1除以X-X1等於Y2-Y1除以X2-X1 好我們簡單的證明一下 直線L的斜率就是A-B兩點的斜率 也就是Y2-Y1除以X2-X1 那由剛剛的點協式可以得到L的方程式是Y-Y1等於Y2-Y1除以X2-X1 乘上A-X1 然後我們把後面移向過去 其實就得到剛剛要的答案 看兩個簡單的例子 第一小題求過45跟42的直線 那這兩點的X坐標一樣 所以當然就是X等於4這條直線 第二小題要求過點02跟15的直線 那根據剛剛的兩點式我們得到Y-2除以X-0 會等於5-2除以1-0 一項整理得到3X-Y加2等於0 第三個我們要介紹的是斜結式 一般而言直線也有其他的表示方法 例如直線L的斜率為M 且L與Y軸交於點0K 那此時我們可以說直線L的Y結局為K 那通過0K再有點斜式 Y-K等於M-X-0 整理可以得到Y等於MX加K 給斜率跟Y結局 能表示這個直線方程式 Y等於MX加K 我們就稱它為斜結式 我們給一個整理框 直線L的斜率為M 且Y結局為K Y結局為K這句話的意思就是 直線L跟Y軸交於點0K 當然K可能小於0 則L的方程式是Y等於MX加K 好我們看個例子 斜率為3且Y結局為2的直線方程式 好那根據斜結式 就是Y等於3X加2 第二個例子 斜率為-6分之5 Y結局為-3分之7 好斜結式讓我們知道說 它是Y等於-6分之5個X-3分之7 好同層6倍得到 6Y等於-5X-14 一項以後得到5X加6Y加14等於0 第四個我們看結局式 一般而言如果直線 跟X軸交於A0跟Y軸交於0B 這時候我們稱A為L的X結局 B為L的Y結局 好舉一個例子 好直線L1是2A-3Y等於6 那它的X結局就是3 Y結局就是-2 好 Y加2等於0下直線沒有X結局 Y結局是-2 好那我們給個整理框 直線L的X結局跟Y結局分別為A與B 即直線L分別交X軸與Y軸 與A00B兩點 那AB不等於0 好2點4告訴我們 直線L可以寫成Y-0除以A-A等於B-0除以0-A 加上乘得到-AY等於B-A-B 一項得到BX加AY等於AB 等號兩邊同除AB 我們得到A分之X加B分之Y等於1 好也就是直線L的X結局與Y結局分別為AB A乘B不等於0 則直線L的方程式為A分之X加B分之Y等於1 好我們看這個例子 X結局為-3且Y結局為4的直線方程式 那根據我們的結局式可以得到-3分之X加4分之Y等於1 同乘-12得到4X3Y加12等於0 第二個例子X結局為2分之1Y結局為3分之1 那結局式告訴我們這個是2分之1分之X加3分之1分之Y等於1 劃減得到2X加3Y等於1 好 欸為什麼講游泳 欸看到這個游泳池我們會想到什麼 好當然是游泳嘛 那游泳在水中如何前進 那就有很多 欸這個叫挖室 這個叫自由式 技術好的同學可能會游蝶式 也有人喜歡悠悠在在游養式 那一開始各位同學學會的一定是狗爬式 那回來直線方程式也是一樣 游泳你要用哪個式都可以前進 那直線方程式的使用也是一樣的道理 你可以用點協式 y-y0等於mx-x0 有的時候你可以用兩點式 y-y1除以x-x1 會等於y2-y1除以x2-x1 你也可以用斜結式 y-mx加k 也可以用結局式 a分之x加b分之y等於1 好 例如 我們要求通過 20跟04兩點的直線方程式 好 你可以先考慮點協式 先求出斜率 4-0除以0-2等於-2 再考慮過a點 得到y-0等於-2個x-2 一項得到2x加y-4等於0 當然你也可以用斜結式 剛剛有的斜率-2 通過b點 那就可以直接寫y等於-2x加4 好 把等號右邊的-2x移過去 得到2x加y等於4 你也可以用2點式來處理 y-0除以x-2等於4-0除以0-2 就是2x加y-4等於0 當然結局是最快 因為這兩點都在軸上 我們可以得到2x加4y等於1 就是2x加4y-4等於0 好 你可以用各種方法來求出來 那畫到所謂直線的一般式 a加by加c等於0 好 就跟我們剛剛講的游泳一樣 前進有很多方法 你可以看需求 你要用什麼式來前進 在我們解直線的時候也是一樣 一個題目可能用好幾個方程式 好幾個方法都可以求出來 那看同學的習慣 可以取快的 可以取你習慣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直線方程式的一般式 通常一個a加by加c等於0 那ab不全為0的時候 我們就b值可以討論 b不等於0的時候 可以將它化解為 y等於負的b分之x x-b分之c 就是協力為負b分之a y結局為負b分之c的直線 b等於0 a不等於0的時候 是一條牽直線 x等於負a分之c 好 是將直線的一般式 2x加3y等於6 並用直線的多重表征來表示 我可以表成斜結式 我把y留在等號的左邊 x移到等號的右邊 就是3y等於-2x加6 同除以3 就是我的斜結式了 y等於-2x加2 我也可以用結局式來表示它 我把6除過來得到 2x除以6加3y除以6等於1 就是3分之x加2分之y等於1 再看個例子 是求滿足下列條件的直線方程式 第一小弟 求過點a43且協力為負二分之一的直線 那我們考慮 1點跟協力 所以當然用點協式比較快 就是y-3等於-2分之1個x-4 把2乘過去得到2y-6等於-x加4 一向得到x加2y-10等於0 第二個例子 第二個例子求通過-2-6跟84兩點的直線 好過兩點我們考慮兩點是y-6除以x-2 會等於4-6除以8-2 我們得到5y-2 我們得到5y-10等於-x-2 一向x加5y-32等於0 第三個例子 協力為3 y-3 y-1 第四個 x結局為5y結局為-2的直線 那我們用結局式5分之x加-2分之y等於1 同乘十倍得到2x-5y-10等於0 這一題的四小題中 依序為點協式-2點式-斜結式-跟結局式- 那再求這個直線方程式 我們當然可以活用 比如說過兩點的直線方程式 可以求出協力再求點協式 也可以直接用2點式 而國中是教斜結式 然後去解連立方程式 都可以求出來我們想要的直線方程式 好,我們來看個例子 以致坐標平面上映直線L p-24在L上面 如果L在第二向線 與兩坐標軸所為的三角形面積為16 是求L的方程式 好,我們假設 L是這個A分之X加B分之Y等於1 那在第二向線 所以A截距A是小於0 Y截距B是大於0 -2是在它上面 所以帶到L上面 有A分之X加B分之4等於1 同程AB得到-2B加4A等於AB 可是我們又知道 三角形的面積是2分之1 AB絕對值會等於16 那A是負的B是正的 那當然-AB要等於32 好,所以我們現在有兩個式子 AB等於4A-2B 跟AB等於-32 連例 得到32加4A加A分之64等於0 好,整理一下得到A方加8A加16等於0 就是A加4 括號的平方等於0 是A等於-4 那B大量等於8 所以我們要的直線是-4分之X加8分之Y等於1 同程-8得到2X-Y加8等於0 好,我們看下一個例子 與之O為原點 P-23在直線L上 且L與兩座標軸正向交於AB兩點 則當三角形OAB面積有最小值時 是求直線L的方程式 好,這個是我們算出來的面積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如果改變斜率 好,沒錯 它的面積事實上是會改變的 好,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AB兩點是截距 所以我考慮 截距是 我設直線L是A分之X加B分之Y等於1 其中AB都大於0 我們把P.23代入 我們會得到A分之2加B分之3等於1 同程AB我們得到2B加3A會等於AB 可是我們知道AB都大於0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要考慮的是算幾不等式 好,我們有一個兩正數相加為定值 所以我們有2B加3A除以2 大於等於根號2B乘以3A 好,2B加3A我就用AB代入囉 所以我現在有2分之AB大於等於根號6AB 兩邊平方 4分之A方B方大於等於6AB 好,所以我得到AB大於等於24 所以三角形後AB的面積是2分之1 AB絕對值要大於等於12 也就是說三角形後AB面積的最小值就是12 這個時候等號成立 A分之2等於B分之3 而且A分之2加B分之3等於1 兩數相等而且加起來等於1 這兩數當然都是2分之1 也就是A分之2等於B分之3等於2分之1 所以當A等於4 B等於60 三角形OAB有最小值面積12 好 這時候L當然就是3X加2Y等於12了 結束就好了 3X加2Y等…